若是骷髅舵主已经死了 直接说斩杀便可 若没死 此人早晚会报复而来 为何有时候不会带来危害呢 这让众人心头疑惑 纷纷看出秦晨似乎是藏了一些什么 秦晨少侠既然不想说过程 那也没什么 不过 既然秦少侠说骷髅舵主威胁已经解决了 那是否从对方身上打探到血魔教大本营的下落 血魔教一直藏在百朝之地 大本营所在也值得关注的 可以想象整个百朝之地除骷髅舵主之外 定然还有其他血魔教强者 相比骷髅舵主而言 血魔教这些年来暗中的布置 同样是让他们忌惮的 毕竟这么庞大一股势力暗中隐藏这么多年 一旦爆发 对百朝之地的格局将会有无比巨大的影响 这些呢 本少已经有所了解 不过暂时不方便告知 但若是决定行动 定然会告知诸位 届时还需要诸位帮忙啊 李玄机和赛鲁川等到现在 秦晨对这两大王朝还是颇有好感的 不过呀不管众人怎么询问 秦晨始终是微微含笑不做明确的答复 他不是信不过李玄机赛鲁川等等人 而是场上呢还有两大王朝诸多的强者 以及一些中等的势力 有些事啊还是别弄得人尽皆知才好 接下来呢 双方又交谈片刻 考虑到天魔秘境即将关闭 众人很快便告辞而去了 片刻之后 一记宫殿里只剩了秦晨还有刘太一行 以及诸多大前王朝 大骊王朝尚未陨落的强者 两大王朝在场的舞者 足足得有二十多个 其中绝大多数都是七阶中期巅峰的 甚至有三个 之前被远古一直选择 一举跨入了七阶三重五王境 如今黎桑和丁千秋已死 这一群人呢 全部忐忑地看着秦晨 因为他们清楚 自己的生死 如今完全在这少年的手中 给你们两个选择 第一 死 第二 陈父和陈地阁为本少效力 秦晨没多言 只是淡淡地开口道 什么 臣服于你 众人的脸色瞬间变得十分难看 要知道 所谓的臣服便是任秦晨为主 如今呢 丁千秋和黎桑云落 他们这一大群人 便是两大上等王朝最核心的强者 若是他们臣服了秦晨 岂不代表他们背后的两大王朝 都将落入秦晨的手中 我说 阁下心未免太大了吧 想一举吞并我两大王朝 难道不怕一口吃撑了 其中一名七阶三重武王 陈生的烈色铁青 虽然对秦晨的要求早有预料 可真当秦晨这一帮开口时 他们心里依旧是有所不满 这么看来 阁下应该选的是第一个了 秦晨冷冷看了眼对方 根本不等对方说谎 反帖也瞬间出现 直接砸了出来 轰的一声 三重武王瞪大惊怒的双眼 一声怒吼 直接被拍成了肉泥 魂飞魄散了 一道淡淡的五道意志 从他体内一散 正是之前进入身体的强者意志 不过此时呢 强者意志的思维已经消散 缓缓地流失殆尽了 还有谁选死的 尽管开口 本少可以满足他 秦晨淡默地看向其余舞者 一名七阶三重武王啊 说杀就杀了 众人现在才反应过来 对方可是一个连 丁千秋老祖 黎桑老祖 都能直接斩杀的恐怖存在 可笑吗 自己刚刚还以为有所突破 能跟对方谈谈条件呢 就没看见之前另外 五大王朝的老祖 没为他们说半句话吗 不是不想啊 而是不愿意得罪 这么一尊杀神 甚至已经默认自己生死 交由对方掌控了 想到这儿呢 众人再也不该有丝毫怠慢 一个个担心跪下了 我等愿意臣服少侠 在下愿为臣底哥校全马之劳 我等愿意臣服啊 两大王朝诸多武王 再也不敢怠慢 纷纷选择了臣服 包括另外两大七七三重武王 他们也一样 废话 再不服 马上得跟老祖 还有之前那武王一样了 直接成为一滩肉泥 秦臣不再废话 直接在他们脑海中 留些灭魂印 看得一旁的血手王 胆战心惊了 目前这二十多人 将使他接下来控制大前王朝 还有大黎王朝的关键 必须得牢牢掌控于自己手中 也幸亏秦臣踏入迫须境界之后 灵魂力是无比强大 否则呀 光是种下二十几个灭魂印 足以让一般的武王灵魂 直接崩溃 成为一个百吃 血手王 你本是大前王朝的武王 接下来如何整合两大王朝 就交给你了 而后呢 秦臣又把任务交给了血手王 却把他给吓了一跳 陈少 交给 我 血手王又是激动 又是难以置信 结结巴巴的 怎么 你本身便是大前王朝的武王 跟这群人也是极为熟悉的 现在又突破到七街三重了 难道这点小事都办不好吗 秦臣皱眉道 他自己自然是没这么多时间管这些事的 而刘泰等人呢 也未必能有这实力 如今呢 所有人中也就血手王还算靠谱 属下保证完成任务 看见秦臣不想说笑 血手王激动得无以复加 大声吼道 他是做梦都不敢想 自己将来能成为掌控两大王朝的人物 而这一切呢 只是因为他投靠了秦臣 成为了秦臣的仆役 想象一下这段时间发生的事 血手王感觉自己就跟做梦一样 啊 对了 陈少 刚才情况到底如何呀 那骷髅堕主 到底是生是死啊 刘泰等人 等秦臣处理完两大王朝的事 纷纷迫不及待地问 一旁的血手王还有两大王朝武王 他们也纷纷看了 这事啊 一直憋在心里 真是充满了好奇啊 你们想知道骷髅堕主的下落 秦臣看向众人 似笑非笑 众人点头 只是怎么感觉这秦臣的笑 有点古怪呢 哼 他不就在你们身边吗 镇摩顶浮现 轻轻颤动 紧接着 一层灰暗的雾气 于宫殿中弥漫 同时 一股恐怖到极致的森冷威压 在宫殿中瞬间弥漫开来 众人的表情愤愤呆滞了 一个个急忙转头 凝神望向雾气 只见那灰色雾气中 一个熟悉的骷髅身躯隐约浮现 眼瞳中闪出着两团幽冷的铜光 一股让人心急的气息缓缓浮散 让整个宫殿仿佛来到了九幽地狱 库 库罗多主啊 众人这一惊可是非同小可 吓得是一个个昏飞魄散 浑身寒毛都竖起来的 就差一屁股栽倒在地了 宫殿中 库罗多主节节怪笑一声 把所有灰暗雾气吞噬 而后他来到秦晨面前 单膝跪下 主人 这一幕众人脸上表情更精彩了 一个个都傻了 就跟见鬼一样 我去 主人 莫非陈少他 一个个纷纷看见秦晨 特别是血手王和两大王朝的武王啊 更是目瞪口呆了 本以为自己被秦晨奴役 已经是极为难得 没想到堂堂血魔教堕主 远古异族的强者 他竟然也被秦晨奴役了 这个 哎 目瞪口呆呀 没错 骷髅堕主已被本少收服了 将来呢 甚至可能并肩作战 秦晨微笑 一挥手 骷髅堕主瞬间进入镇魔顶 消失不见了 同时呢 镇魔顶也被秦晨收回了储物戒指 众人待在原地 久久惊魂未定 震撼到无语 似乎受到冲击太大了 许久都无法平静一样 之前大家还在怀疑 陈少到底能不能击败 骷髅堕主呢 甚至呢 会不会遇到危险了 起料陈少根本没按常理出牌 而是直接把血魔教这一堕主 级别强者 收服了 这让众人之前的怀疑 猜测 显得是那样可笑 哎 陈少还是陈少啊 永远让人无法猜透啊 刘太等人苦笑 而后吐出一口气 从见到秦臣第一眼起 陈少总喜欢给人以惊喜 如今看来呀 这一切依旧未变呢 走吧 先把幽千雪他们找到 目前来看 天魔秘境马上要关了 大家都做好离开的准备吧 接下来 秦臣一行并未继续搜索修炼 而是迅速前往天魔秘境外围 搜寻幽千雪一行 两天之后 秦臣他们终于找到了 幽千雪一行人 让刘太等人惊讶的是 一共十七名 进入天魔秘境的天才里 竟然有八人突破到七阶五王了 分别是 黑奴 幽千雪 王启明 宇文峰 林天 张英 帝天一 朗无双 八个人 而且呢 他们几乎是达到了 七阶初七巅峰 几人身上流转着 可怕的意志气息 显然 他们也得到了不小的收获 嗯 这几个家伙 谁让七夕居然如此可怕 看来记住他们体内的 应该是那几个当年的老朋友啊 大黑猫出现 仔细盯了 幽千雪等人许久 那你懂 除了幽千雪几人 剩下的刘元晋 刘灵云 肖雅 子勋 赵灵山 甚至秦霸天 秦远洪 秦颖等人 也都是实力突飞猛进 最弱的也是六阶三重巅峰了 其余呢 大多数都是半部武王 虽然他们暂时没能突破武王 但因为得到远古意志的洗礼 将来突破武王境并非难事 只是呢 需要一些时间 秦臣感慨 本以为秦霸天老爷子他们的天赋 哪怕是有秦臣帮助 最终修炼到七阶武王境界 已经是极限 但是呢 经历了这次天魔秘境之行后 几人都得到脱胎换骨般的变化 未来的成就 绝不会止步于武王境 这让秦臣十分欣慰啊 至少呢 将来爷爷他们在百朝之地 不需要他太过操心了 唯一遗憾的是 大夏王朝五红老祖 陨落于秘境之中了 而墨家墨天明 也损失了右臂 不过呀 也算因祸得福了 突破到七阶中期了 在众人相遇半天之后 天魔秘境漆黑的天际上 陡然浮现出道道极光 这些极光纷纷把天魔秘境的众人包裹 消失在原地了 朝天城广场 此时 广场已经是人山人海了 距离诸多强者进入天魔秘境 早已经过去足足三个月了 根据以往惯例 天魔秘境开启时间 往往就是三个月 很少有超过的 因此呢 很多人知晓这两天是诸多 进入天魔秘境的天才强者出来的日子 早早在此等候了 因为天魔秘境危险重重 每次开启都有大量武者陨落 同时呢 也会有大量强者诞生 可以这么说吧 百年一度的天魔秘境 对整个百朝之地影响绝对是巨大的 每次都会导致诸多王朝覆灭 甚至有诸多王朝崛起 终于 在众人期待之中 一直与天空城接轨的天空里 陡然出现了一个巨大的黑色通道 诸多人有从通道里跌落下来 哎 出来了出来了 真是期待呀 这次不知有多少强者诞生 就有多少天才陨落呀 哦 是啊 不知这次天魔秘境开启 七大王朝有没有变动 哎 应该不至于吧 七大王朝乃我百朝之地 最顶尖的势力 即便是天魔秘境开启 也很少发生上等王朝发生变化 除非是 上等王朝老祖在里面得到奇遇 突破武皇了 突破武皇何其困难 在我百朝之地历史上 也就千年多前那一次 诞生了血魔教教主 这么一恐怖人物吧 这倒也是啊 不过上等王朝不会有变化 中等王朝恐怕不同了吧 嗯 拭目以待吧 无数民众期待 早就把朝天城广场 唯一的是水泄不通 毕竟 此事关系他们各个市里的利益 没人能独善其身 哎 天魔秘境要关了吗 就在此时 一道可怕的气势降落 瞬间来到广场上 引来了众人震动 纷纷后退 哎 是药王元主 怎么数月不见 药王元主身上气势 这么可怕了 没错呀 本王看一眼 就有种心惊胆战的感觉 可这怎么可能呢 人群震产 许多七阶五王面色大变 看向药王元主的表情 变得十分的凝重 因为从药王元主身上 他们感受到一种 让他们胆寒的气息 仿佛对方一个眼神 就能让他们呼吸冻结 对方来说 感谢观看